FBI 鎖定兩個疑犯,網民變偵探 波士頓馬拉重爆炸案查了幾天,終於有突破 FBI 向執法部門發放兩個疑犯的相片,正是全力緝空 不過相片就沒有公開,以免疑兇會逃走 有看過相片的記者說,其中一個男人背著背囊 和爆炸現場檢獲的殘骸同款 另一個男人都是用同款的背囊 至於他們是甚麼人種? CNN 說疑犯的膚色比較黑,但CBS說疑犯是白皮膚 雖然相片未公開,但白貨公司附近的CCTV 就拍到疑犯放第二個壓力煲炸彈的情況 據說疑犯高6呎左右,中等身材,穿著黑色外套 灰色連帽為衣,大劇帽 還拍到他在第一次爆炸時,和第二次爆炸前12秒都用過手機 警方正在查現場手機通話記錄,希望找到兇手 至於壓力煲炸彈的煲蓋,就飛對上一間酒店六樓的天台 現在已經成為重要的線索了 除了FBI全力調查,連網民都變身偵探 開了個尋找波士頓爆炸狂徒討論區 至少鎖定五個可疑人物 好像這個男人背的背囊就漲漲漲,懷疑是裝著壓力煲炸彈 至於這個白色連帽為衣男,就好像沒有心看比賽 爆炸後還很陣正地走人